所以事實上呢 它是先作用在這個內建的變長上 再就在這個離子及格上 造成一個導線的運動 好 OK 所以這個是 稍微關於Maxwell 以前做什麼的討論 那我們來看實際的一個離子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什麼呢 假設今天我有一個鏡頭片 它的寬度 寬度是上下 是一公分 就是10mm 它的厚度呢 是2mm 那今天我真的有一個試掌穿過它囉 然後呢 我如果假設在那邊的金屬帶上 通過一個13倍的電流 通過13倍的電流 好啦 那我今天聊到上下的電壓插是0.4個Microball 0.4x10的-6四方圖特 那它要你去算什麼呢 今天你的市場是多大 要你去算它的市場是多大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先假設今天你這裡頭的窄質濃度 是5x10的28次方個窄質 這個大概就是一般金屬 銅銀金它的這個窄質濃度 那這不是窄質濃度嗎 那這不是窄質濃度嗎 都沒算 你們以前有學過化學嗎 有沒有 都學過化學 考圖物系需要計算化學嗎 不用嘛 所以你們後來就沒有讀化學了對不對 對不對 好嗎 宅子濃度的計算很簡單 你怎麼 今天你知道一莫爾 一莫爾的原子 有6.0x10是2348個原子 對不對 一莫爾 對不對 一莫爾有這麼多嗎 好啦 那一莫爾的 比如說銅塊 你知道他體積是多少嗎 比如說你知道密度是可以知道他體積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可以把這個體積跟你裡頭有的原子數 為什麼呢 因為銅銀金這些元素 它的電子數 它的自由電子數 可以跑出來這個電子的數目通 銀金可以跑出來這個電子數目 跟什麼呢 分別的數目是一樣 對不對 尤其是銀跟金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今天在外層的電子數呢 可以跑出來的電子數呢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原子數 在儲藏你椅子的體積 就可以算到這個離子濃度 好吧 那回到我們題目 那你知道離子濃度是這邊 你知道電流是13A 你知道 量出來電壓是0.4個 microball 微幅 那 你也知道它的寬度是1公分 厚度是2公分 你就可以算到什麼 截面積嘛 對不對 它你算什麼呢 它你算市場是多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剛剛那個公司帶進去 剛剛的公司是什麼呢 來 我看它的數值 來 N 53A的28A 一個電核電量 1.6A的-19 然後 它的整個 截鏈機 是0.02 0.02 那 那 我的量到的電壓差 是市場省不齊 然後 最後 我們下面變成10A 那經過這樣的計算 它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說 你外加的差 是1.64個PSR 好 那做完這個題目你有什麼感想 我覺得這可以做什麼用 可以做什麼用 就科學家的妄想 對不對 可以量東西而已 可以做什麼用 知道了可以做什麼用 好 好 問你的問題啊 今天 你要看見你家附近的基地台 電池波很強 你要怎麼量 我說看見你這邊市場很強 要怎麼量 啊 要怎麼量 就是後果效應量啊 或要直流後果效應 當然交流交流的問題 你要在這個市場 就用這種辦法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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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要看有沒有鬼對不對 就不用市場跟我不合 有鬼啊 很多不乾淨的東西啊 對不對 就拿一個貨文記 貨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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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側機來量這個出現市場 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那手機有很多人可以 因為很多的手機有什麼 開關蓋 開關蓋 然後呢 就會點亮一復的功能嘛 對不對 裡頭就有一個東西 就是貨文IC 就是這種東西 透過什麼呢 外加市場改變電流 跟貨文電壓 來量測什麼 透過這個電流 跟貨文電壓的量測 來知道你外加市場是多少 就是這種東西 好 好 有沒有問題 大家再告訴你一件事情喔 0.64個Tesla 有多大 我身上有跟人講過嗎 那種白色的那種土鐵工資點 表面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0.4個Tesla 對不對 那 要把一台車吸起來 大概需要1.5個Tesla 對不對 所以這市場是非常非常強的喔 這麼強的磁場 它造成的電壓有多小啊 0.4個Microball 所以對金屬裡頭 這個貨文像是很難量的 使得富士日發國衛服 我一般來在用電碼 沒辦法量 對不對 一般上電碼大概1.4個 毫浮就已經到極限了 那Microball呢 就不用想了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下個禮拜的今天 來 有2.4.5 有5題對不對 5題可以寫 5題可以寫 其實這篇題目都很簡單 你看你的公司 大概較為簡單 所以到時候 再自己來搶 這次應該夠分了吧 對不對 看題目就知道了 好 那這是29章 好 我不知道期末考會考到 30章還是31章 我們看看這個下個禮拜 公司節回來進度再決定 好不好 那我會把成績先算給你們 看看你期末考有考幾尊 這樣OK吧 過去 過去大概會考到32章 那今年剛好有房價換掉了 我覺得32章好像有點勉強 不過30章一定上得完 因為30章才23頁而已 所以應該至少會到31章 好 所以剛剛的作業 東武捷回來可以交到5題 可以啦 東武捷回來 應該沒有問題啦 那我們就來看30章 那30章 講的是什麼呢 講的是我們這個磁場的這個來源 那磁場來源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說磁場來源的計算 好吧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來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藏之災導線 就是磁場來自於藏之災導線 我們去做一個估算 OK 那 長 Long Strike 是直的 直線 所以 由藏之災導線所來的磁場 可以這樣去看 這個實驗 其實大家應該都看過了對不對 有一個導線 周圍放了幾個指南針 當你放過電流的時候 指南針就會偏轉 對不對 這是我們說 載油導線會造成磁場 那磁場的強度呢 由這樣的導線 它所造成磁場強度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B等於2πr分之μ0i 這個是你明天很多時候有沒有看 高中有沒有看過 這個是以前有看過嗎 沒有看過是不是 這個是 好 沒有看過 沒關係 第一次這樣就把它記下來 好上面B等於2πr分之μ0i 好 但是這裡頭呢 我們要講到一個物理量 叫做μ0 叫做mulability 就是所謂的磁場率 磁場率 磁場率 那這個磁場率 指的是4%值當時的負期 是把特斯拉成長去安排 這個是一個宇宙傳數 Mulability 示範加上負期 好 那這樣子的一個公式 市場的公式呢 我們可以看 它的方向怎麼去定義 市場方向怎麼定義 假設我的電流是由下往上走的話 一樣 右手決定你的什麼 市場方向 這次市場方向是在你的4個手指 對不對 所以電流由下往上 我這樣握住這根導線的時候呢 它就會 我看到市場方向就是這樣一個電器 就順時鐘鐘 所以一直呢 我入射紙面跟 射數紙面 這射數紙面的話呢 我的市場要怎麼走 逆時針馬對不對 那入射紙面呢 就是順時針種 簡單的定義就是這樣子 OK 那如果說我們把這個空間 畫一個這樣一個結念呢 你就會看到 電流往上走 如果用右手並指來看的話 再靠右邊 全部都入射紙面 這邊就是射數紙面 好吧 那依照這個公式 我就可以來做一個很簡單的計算 那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今天在觀察到的兩條導線 兩條導線 那一條導線呢 這條導線 它的電流是流出紙面的 這個導線呢 電流是流出紙面的 那其中i1呢 帶有3n培 i2呢 帶有5n培 這台 市場上都還蠻常見 這樣的電流量 它還蠻常見的喔 比如說 吹風機 吹風機 我們常常吹風機 你們家的吹風機幾瓦知道嗎 很多是1000、1200嘛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功率批等什麼 批等IV嘛 對不對 假設家裡是110V的話 你的吹風機是1100瓦的話 表示你點的大概是3倍嘛 是不是 好啦 那這樣3安培5安培的電流 那我們來算算看 假設我距離在這個位置 這個點喔 第一條導線距離是4公尺 那這兩條導線距離是5公尺 那我想要求在這個地方呢 我感受到電流多大 那磁場有多大 那不要忘記市場這個向量 所以對於I1在這個地方所造成的磁場呢 依照我們的右手定摺 它是朝上 對不對 那對於I2它所造成的磁場呢 它是斜斜的喔 它是往內走 所以它是斜斜的朝斜下方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呢 用向量的表示法會最簡單 所以怎麼做呢 這樣是這兩個相交 來算算看喔 來第一個 對於I1來說呢 我所造成的磁場呢 是2π R R是多少 這邊是4公分對不對 所以是2π只要0.0次 上面μ是4π乘下方斜的-7 那也帶有電流呢 是三能培 所以在這邊呢 它造成的磁場是15的μt 15乘下方斜的-6次方特斯拉 然後以兩個方向呢 朝上是歪方向 所以方向寫J 這是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的第一個答案 那第二個B2 就是這個I2 這個I2 它所造成的 它所造成的磁場 有多大呢 注意它是注射紙面的 所以呢 我們依照右手配置 它是往這個下方去劃 對不對 那這樣子往下的這個磁場 這邊的夾角是C打角 這個角 跟這個角是一模一樣的嘛 對不對 因為這三個角加起來180 這是90度 所以這一個角跟這個角 是怎麼樣 不為魚角 對不對 這是魚角 這也是魚角 對不對 所以呢 它就會等它 好啦 那我們這個B2 怎麼算 一樣 2拍R 這個RG是多少 這是3 這是4 所以它的長度就是5 對不對 對不對 請這邊 5CM 這是5CM 好啦 所以2拍成這樣0.05公尺 上面是4拍成這樣10的5次方 4拍成這樣10的5次方 4拍成這樣10的5次方 這才能完配嘛 算起來就是20的μT 那標記20的μT 要分成兩個方向 一個是怎麼樣 一個是 一個是 往 X的方向 對不對 一個是往 -Y的方向 所以是cos53度 就是x方向 再減掉 因為它有 負的方向 sine的53度 所以cos53度 是多少 5分之3 對不對 5分之3嘛 對不對 sine的53度呢 5分之4嘛 所以23和5分之3是12 23和5分之4是16 所以2i減掉16j 對不對 那你最後答案是 它是這兩個相加 所以這兩個相加 變成什麼 變成12i減掉一個j μT嘛 對不對 或者是雪橙絕對值的話 是12平方 多少144加1 145開根 更好145的μT 方向呢 up tangent 十二分之一嘛 對不對 好 這樣第一小時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啦 OK 好 來 第二小題喔 來 他用你算說 在什麼地方啊 我的吃檔強勢會等於停 好吧 那你想想看 我要怎麼買 我才會讓我的吃檔消掉 今天這一個 他所行程的吃茶 是順 往外走嘛 對不對 那這呢 是往內走嘛 對不對 所以往內走呢 這個樣子 是順時鐘 往外走呢 是逆時鐘 對不對 那因此呢 我們在這條連線上 才會有機會找到一個點 是讓順時鐘 那時候 兩個相關 已經消掉了 要在他們兩個連線 沿線上面 不是在那個軸上 如果是在那個連線上面的話呢 我們計算怎麼算 基本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二 對不對 他們的連線 一個吃產貢獻是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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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只要找到夠遠的距離 這個左邊跟右邊上下就夠了 所以呢 B1的也負B2 那B1呢 假設 這個距離叫做T 或是用X 也可以啦 所以呢 今天我的 2拍R R是用X來代表 是用X來代表 2拍X 4拍層上10負7乘以3 就要等於什麼呢 這邊這個距離是多少 這邊這個距離是0.03公尺 對不對 0.03F 這個是XF 所以呢 2拍層上0.03加上X 等於示範 這個示範上是10個附近乘以5 再出上加上這個東西 這兩次相等啊 對不對 方向相反嘛 一個往左一個往右 那我們就解這個X 所以最後的解是0.09加3X 等於X 最後我們得到時候 距離這個I1 0.045米 就是4.5公分的地方呢 它兩格的磁場是消掉的 是消掉的 好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沒有喔 好我們回到現實一點了 剛剛講切封機的問題嘛 對不對 切封機我們剛剛說 這個電流大概是10安培嘛 對不對 那我們用下面這個來算算看 你看喔 B2這個 用B2這個來看 B2這個告訴你說 我距離 5公分 距離5公分的時候呢 假設我是5安培的話 我得到實際上是20個MT 20個MT 20個MT是多大 0.0042 2 特斯拉 對不對 那相當於0.2個高斯嘛 對不對 公分嘛 那今天呢 你的電流如果是兩倍的話呢 你的電流兩倍的話 就會變成0.4個高斯嘛 是不是 我們的地磁是多少高斯 地磁是0.5個高斯 中間地磁大概是0.38個高斯 所以你拿吹風機 吹你的頭的時候 5公分應該有吧 還是3公分 對不對 那你所承受到的 實力的大小 大概跟地磁差不多 大概跟地磁差不多 所以這樣也稍微安靜一點吧 對不對 而且你吹風機會吹很久 那當然 它這個電磁波是交流的 剛剛是用直流的辦法算 就是 那個吹風機的電線裡頭 這個電 你假設它是直流的話 你所感受到的池塘 就是那麼大 好 有沒有問題 好問題 好 沒有的話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 今天先上到這邊 那記得下次上課 要交作業 好不好 好 下課